看一下延敏涛这杆防守 哎 绿球奔着左上底带去了 哇 不可思议 居然是翻筋了 对 延敏涛也是感到非常的意外 这杆原本是防守 现在自己被坐上了斯诺克 篮球应该是挡到了卡布球 选择一库轻贴卡布球 好球没有问题 目前大比分塞比已经是4比3 拿到了比赛的赛点 因此延敏涛已经是被逼到了绝境 这一局如果拿不下的话就被淘汰 这一杆塞比是想用篮球或者是粉球来做斯诺克 好像篮球和粉球的中间能看到卡布球 打的是非常的薄 漂亮 粉球做上了斯诺克 延敏涛的防守绝对不压于塞比 塞比也是有点头疼 解不好的话很有可能会露球 选择一库勾球 没有问题 因为黑球是挡到了右下体带的线路 延敏涛也是连续的焦距台面洗好球 延敏涛也是过来看了一下咖啡球 左下体带的线路 这一杆应该会选择十字挥球防守 能打进最好 打不进也保证不能漏球 好像粉球影响到白球回上底库的线路 再一次站起来调整一下 不会吧 真的是翻筋了 白球还真是碰到了粉球 不过运气非常不错 篮球正好有进攻进位 篮球角度向上 这看很难去走位粉球了 稳稳打进已经是延分 但是必须要打进粉球 才能赢下这局 塞比也是非常的紧张 毕竟是离胜利就差一步 延敏涛再次看了一下 粉球左上体带的角度 不会再次选择翻带吧 这得有多大的心脏啊 这得有多大的心脏啊 天哪真的是翻筋了 延敏涛的心态真的是太紧了 但是 quero言成了 还在这儿理教育中调 再次看了反应 还在这儿理教育中间 目的是绿风语 这儿理教育中间